不用会编码,不用下载,不用安装整个GPT在你的电脑 在你的浏览器就能实现AutoGPT这一个功能 而AutoGPT是下一个比GPT更有革命性的一个工具 GPT4还没能读取图片信息 现在MiniGPT4已经能做到了 不懂你记得Adobe Firefox吗 就是Adobe推出的图片生成工具 现在这项功能将会加入Adobe的影片里面 这个图片生成工具在加入剪辑视频的元素当中 两个融合在一起将会有什么火花 而马斯克当场开发轰炸OpenAI 说OpenAI的TrackGPT是一个不可靠的信息来源 所以他就推出了他自己的聊天机器人TruthGPT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会带你了解以上我所说的工具 还有AI领域最新的消息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AI的风口或者AI的消息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如果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ewDew的Testad团包版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助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助我专注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了,我们马上开始 想要使用AutoGPT 可是你到底要如何去安装AutoGPT在你的电脑里面呢? 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 而且非常的繁琐 你需要有一定的编码知识 还有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看别人的教学,别人的教程 然后再安装Python在你的电脑里面 经过重重难关 你才可以开始去安装AutoGPT在你的电脑里面哦 这些准备的节奏 只可以让你开始安装AutoGPT在你的电脑里面 而不是开始用哦 对于一些有相关知识的小伙伴 当然你们可以使用这个途径 去安装AutoGPT在你们的电脑里面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知识的吗?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到AutoGPT 不用安装,不用汇编码 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你就可以实现和尝试到AutoGPT的滋味了 我们先来到我们的浏览器 就是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就叫做God Mode 就是上帝的模式 说的有一点夸张 而这个工具就是能让你免费的去实现AutoGPT这个功能 而且还是撇开所有非常繁琐的步骤 在网页上你就能尝试到AutoGPT的滋味了 在这里你可以问他任何这东西 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学习 学习到一个程度你觉得OK了 你就可以叫他停止了 然后你就能到处整份生成出来的资料或者是答案 从那个文件里面你就可以做出参考了 就像在这里你可以问他任何的东西 然后就加入你需要的元素 这样子那个答案就会生成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他的答案后面是有逻辑的 你只要按Approve 同意过后他就继续生成下一步的答案 下一步的答案做好了 你就知道你下一步要怎样做了 以此类推一直重复让他学习 让他再思考下一步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生成到一个答案知道你满意为止 你就可以宣布学习结束 因为你都得到你最终的答案了 这个工具真的省去了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还是你不需要编码 不需要会任何Prom 你也不需要学习如何去对的命令给ChatGPT 而这个工具是妥妥的给懒人 或者是一些新手们去尝试 而且能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哦 至于这个工具具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刚才我说了它是免费让你使用 可是你使用的GPT 3.5是你自己的API 你需要去OpenAI里面索取你的API key 然后再把它粘贴到这个God Mode里面 而这个API key是不是免费的 可能它的收费是0.01线 或者是0.001 或者是0.1 有人一个月才用了3倍刀 所以可以说几乎是免费的 因为要花的钱确实不多 现在Mini GPT 4出现了 OpenAI自己都还没正式把这个功能推出给大众 可是就先给这个Mini GPT 4抢了投降 把这个功能公布给大众 Mini GPT 4它的功能就有包括 描述图片 从你手写的草稿变成一个真实有用的网页 从你的图片当中写出一个故事出来 从食物的图片里面再和你说 这个食物的食谱到底是什么 教你如何去烹饪 这个功能是不是有一点像 但是GPT 4公布的时候呢 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就来看这个Mini GPT 4到底能做什么 你给它一个图片 这个叶子好像是有问题或者是生病了 然后你就可以问它我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Mini GPT它就给出一系列的步骤 教你如何去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教你找出这个植物上面的菌体到底是谁 然后再教你做出相对的治疗 这个真的是有点像医疗技术了 可能分分钟在未来 医生也可能会被GPT所代替了 因为GT出错的机会 可能会比人类来的更少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继续回这个Mini GPT 4 在这里就给出一个像热葵 然后就叫他描述这张图片 他就果断的描述了 这张图片是一个像热葵 在一个冰壶上面 然后再问他 这个东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吗 这个图片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发生的 所以这个Mini GPT 4很有逻辑性 他给的答案不是随便给的 你有两个新的碑 你要如何去写一个广告去推广你的碑 他更好卖呢 他就一口气的描述你的碑 然后再写出一个广告出来 让你的碑能大卖 Mini GPT 4 他除了能干一些比较有技术性的活 他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小感情在里面 给他一个狗跟一个人的图片 尤其叫他写出一个诗 关于这张图片 真的是写出一个妥妥的诗出来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如果你想要去尝试这个Mini GPT 4 链接我会留在视频下方 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的链接哦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Adobe Firefox 一个图片生成工具 现在他就把这个功能的元素 加入去影片里面 那个创造性真的是无限的 我们先来看视频 就是这个Adobe Firefox 4 Video 在这里你就可以打出你想要的提问 再按Generate 看到吗 一个影片就生成出来了 然后你还可以根据你不同的要求 加入一些营销下去 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营销了 可以把一个灰萌萌的视频 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早上 把它变成Gunton Hour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到他有多厉害吗 再把脸部的细节给带回出来 立马带回出来了 而且还有等等之类的功能 加入一些很酷的字体特效 如果你需要一些Broll 你还可以加一些Broll 在你的影片里面 而且这些都是今天就可以加了 你就不需要好像我们之前传统剪辑的那样 自己去找了 然后再加下去就需要给一个对的命令 它就可以干完你全部活了 这一个不懂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还可以被你写稿 画出一个3D模型出来 你说 这个是很厉害的 对这个功能真的是充满期待 Adobe真的是一而再 再而三推出很多不同的新的AI工具 从当时的强化音质到Adobe Firefly 图片产生工具再到它置入AI在PR当中 现在Adobe Firefly将要置入到Adobe当中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还有下一个重大的消息来自马斯克 他是拥有特斯拉、BaseX还有推特的一个男人 你想想看他手上到底有多少的权利 现在他就和OpenAI有一点点小纠纷了 因为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表 说OpenAI公然的拿取推特的资料和数据 去训练他们的大型语言模型 也就是TrackGPT 然后马斯克竟然说 Lawes Time是时候要告微软了 而且马斯克也公然的说 TrackGPT是一个不诚实的聊天机器人 所以马斯克自己就推出一个新的语言模型 叫做TrackGPT 从他的名字来看 他是真的是冲着TrackGPT来的 他就声称他自己的TrackGPT 好过隔壁家的TrackGPT 起码他不会撒谎 这个就是TrackGPT的卖点 不懂你对这个TrackGPT有没有兴趣呢 有兴趣的话留言给我知道 可能有机会我也去尝试这个TrackGPT 看到底是TrackGPT比较好呢 还是TrackGPT比较好 我们也别忘记 马斯克在2015年是OpenAI的Core Founder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马斯克这一个人物 还有现在AI已经可以慢慢读到我们人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因为人的脸部表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难抓磨的一个东西 可能到现在有些人还不知道如何去看人家的脸色 AI都能帮你去看一个人的脸色 到底是好还是坏了 我们先来看视频 在这里我们就有Will Smith 然后你就能看到他的脸部表情现在是比较开心 比较兴奋的 然后而且这个Mike Tyson 他也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的 你看到 现在那个AI是蛮准确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嗯他就有一点点不开心了 就伤心 也是蛮准确的 而这个他就有一点点 生气了 你看到 他的脸部表情 就从 开心不开心生气那种徘徊 而这个他就能读到非常生气 这个就是不开心 而这个他就读到非常生气 看到吗 他的结果真的是蛮准确的 你看他现在 现在他笑了 他就说他是开心 现在他就哭了 生气了 你看到吗 话说回来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 他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表情徘徊 开心 生气 还有伤心 这功能还是处于初步的研究 可是我相信 在不久的未来 这一项工具 将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 你做了一个机器人出来 然后你再把这个功能放入到 这个AI的头脑里面 他就能看着你 图举你的表情 然后再和你聊天 这一个是万完全全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已经是不一样了 好啦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看到这里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五烟六色 五烟六色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的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个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爱你试试AI的最新消息 让你不再错过任何的AI风口 虽然在留言下面有朋友和我说 看到我最近的更新频率也会一点慢 因为经营这个YouTube频道不是我的正值 除了这个频道 我还有一个正值是我每一天需要去上版的 所以我只能在下班过后的时间去经营这个频道 所以如果更新慢了一点 请大家见谅 我已经尽我所能带你更新AI的最新消息 如果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ayDo的调色蓝包 帮你一键挑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到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到我更加专注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上给大家观赏 好啦我们下次见 Bye Bye